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赞 赞 赞 什么 使你 吹 赞 什么使你 不是啊 赞是人 就赞十年 有了啦 今天昨天也来得到乎整天 不是啊 不要选择 要穿钱 退 不要穿钱 怎么办啦 这头蜜蜜穿钱 不是说暗胖啦 來啦 怎麼說 有錢人錢錢錢 最富人人錢錢錢 沒什麼意思 就這樣說 有錢人錢錢我錢錢 越來越有錢 沒有錢人家家錢錢 哎呦 憨嘴過 安心庫 那派獅子去錢錢 這件是死的 在那一片 這件是死的錢錢 衝 OP 衝 OP 衝 OP 衝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原来是街头麦衣跟马戏团嘛 对对对 这个狮子其实蛮可爱的 在布袋戏里面狮子经常出现 对 我出现这个街头麦衣 这狮子属于 比较特别的叫客家狮 客家狮 客家狮比较特色有特色就是 它的嘴巴 有没有 它是方的 有点像正方形 我们说方口狮 方口狮 所以方口师啊 他很特别就是 他嘴巴方的 所以操作起来啊 什么 跟我们一般的 五龙五师 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方口师 其实 就早期啊 自己去练武功 练武功 所以他会 有一些素材嘛 你单纯练武功 可能觉得 蛮无聊的 所以有一些阵头 那狮子 就是在我们客家先民那 就有训练你 五龙五师 所以他是方口师 那在练武艺当中 你也要学会 怎么控制狮子啊 狮头狮身啊 对 那其实都蛮难的 还要搭配 不只是控制这个 你要有音乐 对 你要打鼓啊 去练的打鼓 所以那个武功的步伐 就可以在这里头 对 所以有一些 每一次有活动 或者祭典的时候 那就可以有 方口师的出现 祈求 风调雨顺 国泰明难 这是方口师 对 这方口师 大部分 比较少用在 我学的传统系里面 那传统的狮子 大概是 对 传统的狮子 我们一般不带一些狮子 会是 这种颜色 蓝色的 对 会用蓝色 为什么用蓝色 我们之前有看过 老虎 对 老虎 老虎大部分会用 黄色 那如果狮子 狮子我们一般来说 也是深咖啡色 对 如果是深咖啡色 配上黄色 其实就太像了 我们说布袋系里面 青狮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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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蓝色的 所以一黄 一蓝 就可以一出戏里面 有狮子 有老虎 看起来就颜色 就可以区别 那这个 大家看 有没有 它其实是木头做的 然后它嘴巴 其实就一般是圆弧形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嘴巴张开来 就跟老虎的构造差不多 对 差不多 然后又有个尾巴 那它的这个毛 有没有 就当作是它的这个棕毛 棕毛 它基本上会 会比较鲜艳 你说它是真的狮子 其实在戏里面是真的狮子 青狮怪 属于怪兽 怪兽类的 反正看到它就 代表说 狮子出现了 猛兽类的 猛兽类的 那你看 这一个 这一个是狮子 就方口斯 它们中间的差别就知道 有没有 对 一个好放 真的是方口斯 对 所以 那方口斯 你会觉得它很可爱 对 原因在于它的眼睛 还有它的额头 有没有 它额头 额头如果突突的 就像大头 大头 你会觉得它很可爱 这个角色很可爱 所以它是 有没有圆弧形的 还有眼睛 眼睛圆圆的 它那个斜的 金句的那脸谱斜的 像那曹操 就不一样的感觉 眼睛的那个形状 会决定这一个动物好不好 那演绎上面 它们 真狮子的话 对 跟这个方口斯的话 比如说它也可以当作 这个武龙武师的一种 对不对 对没错 在操作上有不一样吗 那操作上 比如说你刚刚看到剧情里面 其实基本上它不会去攻击人 嗯 所谓不会去攻击人 就是 去真的咬人这样子 对 你不会说有这些动作 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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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这样 这样 又踢下去 不会有这些 有没有 像武松打虎 这样压着的动作 有没有 对 它基本上就好玩 好玩 诶 有没有 转 转过 啊 呃 走 就这样而已 然后就跑出来 跟它玩捉迷场也可以 有没有 对 嗯 把它压住 甚至 就是它的动作 不会这么激烈 哦 那这个真狮子就比较激烈了 对 我们就会在剧情里面 比如说 激光钻有一些妖魔 歪道的 它也会画 除了变狮子之外 它也可以从它的袖子里面 就变 因为它有法术嘛 激光钻里面很多妖魔 歪道的 它会从它袖子把它 哦 画一只狮子出来 其实是它画的 就是变出一只狮子 那已经可以有狮子成型 所以它就可以比较凶猛 一点对不对 它的动作就 它就可以在武打里头呈现 对 从我的动作 还有从音乐 音乐 这种狮子出来的时候 它可以 用曲牌 那我们一起 很想教一下我们这个狮子 可愛一點點的操作方法好了 其實可愛的獅子 如果不是武打的話 對 你來操作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有兩頭獅子 對 這隻獅子呢 也是用上下鱷的方式 上下鱷也是開 然後這邊 下鱷它有一個 有沒有 拇指 對 通常是這樣 對對對 好 那這個就像 屁股 對 要操作屁股 這要伸直一點 伸直一點 那基本上 是這種操作方式有沒有 然後這有一個尾巴 尾巴就可以動有沒有 尾巴 對 你要動得可愛一點 搖一般 對 有沒有 有點像流蘇 要翹屁股 對 要翹起來 翹屁股 這樣子 好 你比如說前面看到一個獵物 慢慢的 對 就是這樣 那比如說要移動 移動 你一定要伸長對不對 一定要伸長 你不能移動 這樣好像是毛毛蟲 對 你不能這樣移動 一直毛毛蟲 所以他的 他的就是 你有點像跳的 跳的 輕輕跳過去 他的手都要 一定把他身體拉持 盡量 盡量 除非你要 去休息的話 你休息的話 就屁股在這邊 在這邊 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 縮過來 睡覺之類的 對 睡覺他可以 有些 他基本上就要貓科動物 貓科動物他整個在趴著睡 但是行走的話 就一定要 盡量把他的 這個身體拉直 對 有沒有 然後可以動屁股 然後可以動嘴巴 嘴巴 然後也可以什麼樣 抓癢 抓癢 哪一隻腳 外腳 對 後面的 不會是前面吧 這一 後腳 一定是後腳 對 後腳不是這一隻 又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 因為觀眾會看得到你的手 對 我們會用這一個 用這一隻 這一隻 稍微動一下 很舒服 對 很舒服的 然後嘴巴 然後戳一下牙齒 戳哪次 稍微抓一下就好 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腳 那就會痛死 然後就會死掉 然後另外呢 尾巴 尾巴 因為是流疏的關係 像獅子的尾巴 沒有像老虎這麼長 嗯 他其實也可以 舔一下 順自己的尾巴 對對對 我這個比較大 你一甩就要甩過來 對對 是嗎 沒錯沒錯 你一甩就要甩到的 一甩就要甩到 對 一甩甩到很難耶 要平了 對對對 很好 順一下 順一下 很好 所以獅子的動作 他其實很多 你這些 因為傳統沒有這個東西 對 你就必須要看到他 他的特色在哪裡 他的特色在哪裡 然後你再加入 進去 像這尾巴 其實很大的差別 這一個 這個因為是 這個獅子 其實是模仿著 人大獅子 然後去縮小版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大獅子也是這種流疏 所以他用這種流疏 但是你操作起來 一般我們布袋系的 會用棉花 用棉花去塞 或是碎布去塞 所以他硬硬的 像這是短尾 比如說長的 他也是硬的 他就可以這樣甩 但是這比較特別的 因為要符合那個 可愛 他的可愛 對 他這就蠻可愛的 波性 對 他也可以這樣動 好 我們看到這個獅子 其實團長示範之後 就是展現他 活靈活現的一面 對不對 對 我們對 那街頭賣藝 當然不只有這個獅子 那還有其他的 還有哪些呢 我們等一下帶你來看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剛剛在影片當中 我們看到的是街頭賣藝 還有帶來他的獅子 類似馬戲團的演出對不對 乖乖乖 但是兩個丑角 他們還有說一段話 就是為他們的街頭賣藝 街頭賣藝其實 生活不是很好過 所以他們就有一些感慨 那些感慨就是說 有錢人 錢請錢 有錢人 錢請錢 窮苦人 人請錢 窮苦人 人請錢 好像繞口令喔 對 其實就是 有錢人啊 錢自己都會去找錢 有錢人就是 錢找錢 對 比較困苦的人 窮苦人 人找錢 人找錢 可是我們剛剛在影片當中看到 這一段是沒有旁白 然後都是音樂 加上他們兩個跟獅子之間的互動 沒錯 就是說布袋戲喔 雖然小 但是呢 他呢 在舞台上 他也可以呈現 比較逗趣的 因為獅子很逗趣 然後加上這個 這個兩個人呢 就是有點像街頭賣藝 你要引發人笑 不是說很嚴肅的 離診 敬於 不會 不會是比較這麼嚴肅的 就是其實 握手之類的 他也不會 就是你在 武打當中 或者發現 他就可以做一些好玩的動作 所以團長有設計一些 對 比如設計 比如說 因為他最明顯的地方就是 翻口嘛 翻口 他可以嘴巴張開 嗯 嘴巴張開 嘴巴張開 喊出喔 他就可以 一般人 比如說看到一個山洞 或嘴巴張開的話 你總會進去看一下 有沒有山洞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奇嘛 但也會很害怕 因為裡面不知道什麼怪物出來 所以他就想進去看 有沒有爬進去 就可以爬進去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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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啦 需要我幫忙嗎 唉唷 起床了啦 唉 人家阿布多 阿布多 阿布多 阿布多來了 唉唷 你看 比如說他要進去探路 好 比如說我先看 好 看一看 沒有東西 換你進去 換我 好要看一下 沒有欸 好 比如說 沒有錢 倒了沒有錢啊 這裡面怎麼會有錢 我告訴你 換我進去找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動作 這個 頭 頭要進去看 沒有配合好就夾到了 對沒有去夾到就 唉唷 叫人喔 夾到 對把他拉出來 基本上是 不會被夾死 不會夾受傷的 就雖然都是假的 但是 在基本上就是 這是一個好玩的 你看我操作這一個 其實是 自己可以控制 對 假設 欸 露台 老弟 你進去看一下 好 沒有 沒有 有被夾到對不對 我剛剛有被夾到 對 所以這要搭配得好 就是說 有點像 在玩那種 有一種叫什麼 就是 開合開合 就是那個 小朋友玩的玩具 那你就可以設計 有沒有 起來 換你進去 喔 我被夾嗎 你看這樣就夾到了 有沒有 夾到了 所以你要很 因為我像這樣開得很大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通常喔 你伸出來 有沒有伸出來的時候 我合起來剛剛好 你伸出來 對 對 如果你一直看的話 我還不能夾 通常因為這速度比較快 這速度很快 你沒辦法反應 你現在看著 我們還有隔一個什麼 隔一個那個門簾 對 有沒有 你沒辦法這麼準時的看 所以必須是 要配合的話就是 我出來你夾 對 我出來你夾 那出來的時候要迅速 有沒有 上就像了 有沒有 就變成我要去跟你 然後 所以你是 我是二手的話 你就要看二手 投出來 而且還有樂師啊 樂師也要很專注的在看 都是看二手的動 才會有那個效果 對 如果你突然跑出來 這又沒動 就是很奇怪 有沒有 你看 要配合蘿古典啦 對 所以到底是他配合我 還是我配合他 要互相配合 非常要 因為這個真的是 古老跟那個 等於主演在那裡 所以二手也要聽那個 要聽啊 音樂對不對 對 然後一起看 插 有沒有 那要嚇得準才行 要嚇得非常準 就會被夾到了 非常準 所以在演出當中 我們就會 為什麼古老這麼重要 就是他要全神關注在這 對 場上 然後有時候你沒有配準怎麼辦 假設他被夾到 沒有配準 我就會打他 我就會打他 假設我被夾 我被夾到 夾到對不對 對 你要幹什麼 怎麼辦 幫他解圍對不對 對 笨蛋 唉唷 所以是這種 等於是這兩個 三方的 你要默契配 對 所以有時候二手之間也要搭配 那甚至有三手 三手就是第三個 第三個人 第三個人 不是從這邊 不是啦 第三個人來操作的話 可能要操作比較精細的話 可能他操作這一個 他操作這一個 他有兩隻手的話 他就可以加 加什麼 加後面的 對 加屁股 加屁股 會做得比較好 有沒有 那另外一個 對 就是中間有三個人 其實還好啦 就會比較急一點 但是 各個操作起來 就會很精細 比較精準 所以是這種概念 但是通常 以前清費比較不足 比較難請到第三個 二手就已經很好了 對 二手已經很好了 然後再加上後場的樂師 所以你可以發現 當有這個出現 他的音樂 他可能用曲牌的 的比較跳樂性了 那如果是用這種獅子的話 他的音樂性 他可能用武打的音樂 武打的音樂 他可以用 就比較武打的音樂 像這個可以用曲牌 曲牌音樂 他可以真的很跳躍 就是曲牌的 對 用唢納 曲牌就會用唢納 那我們剛剛看到 這兩個仇角 其實在街頭賣業來說 他們很重要 對不對 算是主持人 當然 有時候當主持人 有時候自言取說 有時候自己互相 調侃自己 那街頭賣一張 有很多獅子 武龍武獅類的 那武龍武獅類的 那也有耍彈子 或打藤牌的 那像這個武龍武獅 我們一般所認為的 武龍武獅 通常都會有 最後一下 最後一拍的話 會有人出來 代表這個獅子 是人操作的 對 那最後我們其實也可以說 這一隻獅子 也是可以有人來操作 就是最後 有沒有 變這樣 有沒有 人在裡面 有人在裡面 然後頂一下 它再出來 然後大家就會灑錢 或者這時候 灑糖果 布袋戲 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看過 有時候會祈福 風調雨順 國泰米安 辦完仙之後 會灑糖果 或者武龍武獅的時候 這時候 他會灑糖果 灑下去 哇 滿滿的小朋友 就會去拿那個平安糖 就是這時候灑 就武龍武獅的時候 對 武龍武獅結束之後 對 那把它扛起來 有沒有 然後繼續 它就一個就可以了 基本上要兩個 要兩個 有沒有 這樣看得出來是兩個人 兩個人 對 看得出來 這樣就不好操作 很難操控 要另外一個人 在最後的時候 最後的時候 然後再把它 代表 它這個是 人來操作 就不帶戲友來操作的 而不是我的手來操作 所以就兩成一 對 所以剛剛他們兩個 那個丑角 出場的時候 也自己有一個 很搞笑的 對啊 很報名字 報名字就是 其實你要寫音 有點像寫音 太太好 哪有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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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很太懶食 就是有取客家的嫌疑 因為街頭賣衣 比如說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出來一個社會 來來來 快來快來看 萬來你就看一半 你看看 你只能看一半了 我只能看一半喔 台下觀眾全都看 真的喔 我們兩兄弟才開始報名字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負責比較 威脅的一個角色 街頭賣衣 所以在影片當中他們有說 他們是獅子來幫他們賺錢 對 獅子來幫他們賺錢 我們再說一次這一個客家諺語好了 有錢人 錢請錢 有錢人 錢請錢 最苦人 人請錢 最苦人 人請錢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客家諺語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掌下去囉